阿拉丁和神灯十八 违背诺言 啊 朋友们 三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 阿拉丁的妈妈正在集市上卖裙子 她儿子和公主的婚礼马上就要举行了 她想在婚礼那天穿得漂漂亮亮的 但是有件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 人们在街上又唱又跳 发生什么事了 泽巴想 她急急忙忙的跑到集市上的一个蔬菜摊 蔬菜摊老板正在装着洋葱 你怎么要收摊了 她问道 整个王国都在庆祝 她说 明天 贝德拉公主就要和首席大臣的儿子 卡西姆结婚了 我可怜的阿拉丁 泽巴一边叫 一边飞快地跑回家 她一进门就大喊 我违背了她的诺言 您说什么 妈妈 阿拉丁问道 贝德拉公主明天就要结婚了 泽巴大叫 要嫁给首席大臣的儿子 但是她已经被许配给我了 阿拉丁说 我要阻止这场婚礼 怎么阻止 阿拉丁 泽巴问 别担心 阿拉丁说 贝德拉公主不会嫁给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 阿拉丁走进自己的房间锁上门 他把藏在垫子下面的神灯取出来 他摩擦着神灯 直到烟雾弥漫整个房间 精灵回来了 精灵高兴地说 你有什么愿望 就命令我吧 哦 神灯精灵 去宫殿 阿拉丁命令道 当贝德拉公主独自一人的时候 就把她带到我这里来 好的 遵命 精灵说着 一眨眼就不见了 一个小时后 精灵抱着贝德拉公主回来了 把我放下 公主大叫道 呵呵呵 好的 遵命 精灵笑着把她扔到地板上 哎哟 公主大喊着 揉着她的后背 她站起身来 气得发抖 你 你是谁 我是神灯里 安静 她大叫着 气得跺脚 然后 她注意到了阿拉丁 你是谁 她用稍微温柔的声音问道 我是阿拉丁 她说 我要做你的丈夫 你 你 公主大笑道 太奇怪了 我以为我明天要嫁给卡西姆 朋友们 贝德拉公主并不愿意嫁给卡西姆 他们从小就在宫殿里认识 卡西姆很懒惰 对人刻薄 但是 贝德拉公主觉得 阿拉丁又帅气又善良 你的父亲 许诺把你嫁给我了 阿拉丁说 我父亲太听那个可怕的大臣的话了 他回答道 这就是我不愿意嫁给他宠儿子的原因 别嫁给他 公主殿下 阿拉丁说 没有人会像我一样爱你 突然间 公主觉得空气变得灼热 房间开始旋转 听了他爱的表白 他的心跳加速了 那一瞬间 他知道他也爱上了阿拉丁 精灵会带你回家 明天早上 告诉你父亲 你不愿意嫁给卡西姆 阿拉丁说 但是 也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 第二天早上 宫殿里闹糊糊的准备着婚礼 公主的仆人们捏手捏脚地走进公主的房间 但是 他们很快带着惊人的消息跑了出来 婚礼取消了 他们大嚷 仆人们在大堂里跑上跑下 婚礼取消了 宫殿的守卫们带着消息跑来跑去 我婚礼取消了 首席大臣走进国王的卧室 但是 马上走出来大喊 婚礼取消了